英特爾積極跨路先進製程研發之際 在先進封裝領域同樣火力全開 不只如火如荼在馬來西亞 冰城興建最新封裝廠 強化二點五D 3D封裝布局版圖 更喊出二零二五年時旗下最先進的3D FORENCE封裝產能將比現在大增四倍 與對手臺積電三星再度槓上 晶圓大咖紛搶進封測市場 上市臺積電主打3D Fabric先進封裝 包含INFO COWAS等方案 不只在臺灣生產成本較低 也深受大客戶青睞 而晶圓Eater雖然主攻EMIB等技術 但美國生產成本較高 當然三星更是不弱人口 也發展iCube X-Cube等封裝技術來應戰 我認為它是把部分中低階的先進封裝 搬到馬來西亞來降低成本 先進製程的部分已經是 质壓了Intel以及三星 那麼更何況在這個 二點五D以及三D的先進封裝的技術 都能夠獲取在重量級大客戶的一個信賴 外界預期Intel結合先進製程 與先進封裝量能後 一條龍生產實力大增 在晶圓彈攻領域更具競爭力 未來三雄在晶圓彈攻 市戰率版圖之爭 恐怕將更有看頭 三星期的封裝快樂福祉台北報導